大家好,我今天要用电脑来演示 苏绣刺绣的时候,使用奇针时候 遇到转折处的时候,该怎么用长针法来转弯 首先呢,我用蓝色代表是奇针 然后呢,这时候绣的时候,譬如说要转弯 你可能遇到那个轮廓线要转弯 要转弯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长针法 那长针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弯转的过来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个比较短的短针 然后这比较短的短针 那这短针呢,就再一个比较短的短针过来 然后补从这里 然后它的奇针处呢,就会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奇针,然后这边落针 然后呢,譬如说还要再继续转弯的话 好,这里譬如说这个还要继续转弯 好,譬如说转的弧度 就是这样子 好,这时候也是一样 补一针 长针过来 好,像这样子 进去 好,那其他如果没有转弯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继续用奇针 看是直缠还是斜缠 然后把它继续的秘密的缝下去 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转弯过来 所以这个长针呢 它就是藏在两个奇针之间 然后它的奇针处在下缘这个 两针之间下面这个地方 不是在轮廓线这里 是在图案里面 然后藏在这里 接下来呢 我就用画图的方式来显示 长针什么时候运用在书绣上 蓝色是代表那个奇针 斜缠或者直缠 比如说我绣第一针 好,然后我绣第二针 好,绣第二针 然后可能我有渐变色 然后我等一下 第二针 如果渐变色我用这个打表示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三针 第三针在这里 绣好第三针 好,接下来呢 第四针 然后你会发现呢 慢慢会要到转折的地方了 好,在第五针 好,然后接下来可能就快要转弯的时候 我们要做准备 我们就要用长针了 长针我用红色代表 那可能起针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把它藏在这里 长了一针 好,长了一针之后 接下来下面这边宽度就比较宽 这边比较窄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再继续 原来的蓝色系的颜色 像这样 然后这时候就斜过来了 然后再继续往下 然后你想要再转折的话 你就再继续再补一针长针 长针的话藏在这里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用直线藏在这里 藏一针 红色是藏针 好,然后接下来 我就继续 从这边 用直线的才是 用直线这样 这样一针一针的绣下去 然后你的线条呢 慢慢慢慢就会转过去了 好,像这样 这是我最近看书看到的 好,像这样 谢谢观看